年輕人不結婚不是新聞 我也不結婚 雖然我不是年輕人 但是今天福斯的新聞網 他出了一篇這個東西 來炮轟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還是值得看一下 蠻多英文詞可以學的 大家好 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 社交媒體上的一個潮流 所以這是一個 Disturbing Gen Z Social Media Trend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 Social Media Trend 我不覺得 我覺得這是Social Trend 這跟Social Media沒關係 那他說 他威脅到了 美國最重要的institution 所以他說 Social Media Trend Threatens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威脅到 Threaten 美國最重要的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什麼是institution 我們一般把institution 理解為機構 啊 什麼東西是機構啊 任何組織之類的 有個建築物或幹嘛的 或者沒有建築物也無所謂 有沒有地址 我覺得可能都不是重點 總之你是個組織 有架構有幹嘛的 你就或許可以被稱為 是某種institution 但是有些institution是 並沒有 就是更 更不具體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 更不具體 什麼意思 語言是一種institution OK 甚至文化程度上 有些都能說是institution 我覺得有些文化不是 例如說原住民 快要漸漸沒有的文化 他們可能缺乏了一些 書面上的歷史記錄啊 或什麼的 他們可能有一些 他們文化的東西 只能靠長老來口述了 那說不定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 並不是高度的institutionalized 但是你說中華文化 甚至中國有孔子學院 在世界各地來宣揚 那就是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e 所以中華文化就是 很有機構化的 的一種文化 這中文聽起來很奇怪 可是這樣講的英文是很OK的 是聽得懂的 所以語言是不是institution 當然是 甚至英文 你就有多義 托福 雅思 這些考試 能夠考來證明你程度到哪裡 所以這些語言都已經很高度的機構化了 你看有沒有宗教也是機構化 當然有 要是我今天開了個邪教 大家來加入 然後會眾只有三五個人 那我們大概還沒有institutionalized 可是如果我去內政部登記了 我們就機構化了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大家理解了 那你說婚姻也是一種institution嗎 of course 這麼多人結了婚 然後都內政部登記 是不是內政部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總之你的婚姻 在社會中在政府裡 是有檔案的 那這些東西建構了起來 也就成為一種機構的概念 OK 合法的婚姻啊 我講的是 所以 institution的這個概念 對於一個國家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你什麼東西都得機構化 才像是個國家該有的樣子 要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任何的 我要辦個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去哪裡辦 因為國家沒有設立 那怎麼可以呢 對不對 我要結婚 結婚需要有一個marriage license 我不知道去哪裡申請 我戶籍藤本 不知道去哪裡申請 那內政部 或者我要外交 我出國 去哪裡辦護照什麼的 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申請 那個國家沒有這些institution 是不行的嗎 更不要說像學校或什麼的 是不是institution 有時候嘴巴卡住 是不是institution 當然是 OK 好的 前面就講了這麼多了 對不起 我們來往下 稍微看一下 So there's a new trend sweep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s of women denigr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or promoting the virtues of a single lifestyle 所以這個trend呢 很少了social media platform 社交媒體的平台 sweeping 所以女人在denigrate denigrate這個字就是去 去詆毀貶低的意思 就詆毀 婚姻institution 所以denigrate他的授詞就是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OK 而同一時間他還提倡著 promoting the virtues of a single lifestyle 所以他promote的就是單身的生活 所以他描述了一個 已經病毒化 viral的TikTok video 他就秀出一個女生戴上了訂婚戒指 然後他就突然間蒙太奇了一大堆 結了婚就要做什麼家事什麼什麼幹嘛的畫面 然後一拿下來就又沒事 一戴上去 噗噗噗又出來了 所以我用文字描述一下 one viral TikTok shows a girl putting on an engagement ring and seeing her future as a miserable housewife 戴上了訂婚戒指 訂婚戒指就是engagement ring engagement就可以翻譯成訂婚 然後他就看到他的未來 身為一個很悲慘的家庭主婦 seeing her future as a miserable housewife 所以每次戒指戴上去就出現 拿起來就沒事 every time the ring goes on her finger images of household chores flash across the screen painting marriage like a modern day form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這個字要學 總之剛才說的就是戴上去就一些畫面 飛到在眼前這樣飛過去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一些house chores house chores就是家務這樣子 飛過螢幕這樣子 所以把婚姻這件事情刻畫成了 painting marriage like a這件事情 刻畫成了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說的是叫做 現代的modern day的一個什麼什麼的形式 indentured servitude的一個形式 什麼是indentured servitude 馬上看一下 中文把它翻譯成契約奴 我讀一下他的definition給你聽 so indentured servitude is a form of labor where an individual is under contract to work without a salary to repay an indentured or loan 好稍微翻譯一下 所以他是一種勞動的形式 a form of labor 而在這勞動形式中一個個體呢 就有一個契約來工作 但是是沒有薪水的 so an individual is under contract to work without a salary 所以沒有薪水 來幹嘛呢 我的確你工作會有產能嗎 那個產能 你沒有拿錢 那個產能等於是來做什麼呢 來去付一個 你欠人的債這樣子 所以repay一個 indentured or loan這樣子 那多半是什麼 多半都是然後再讀下去 所以很多人在1600年代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一種工作心態 就是為了來美國 所以你帶我來美國 那我就替你工作個若干年 或什麼的這樣子 來感謝你帶我來美國 所以這就是我欠你的債這樣 所以這個中文翻成契約奴 那你說婚姻像不像 他的意思是 我們現在把婚姻 弄成好像是一個 indentured servitude 一樣就是了 ok 好所以下面就反正就說 這個女人就 就一些女生在TikTok video裡面秀的就是 啊我結了婚我就不能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他要是沒有婚姻的枷鎖 枷鎖這個詞用的是shackles s-h-a-c-k-l-e-s 所以要是沒有婚姻 他就可以aro 不不不講下面 so without the shackles of marriage and children she says she's free to drink go to beyonce shows sleep in and watch reality TV 那他就可以喝酒啦 去看碧陽師的演唱會啦 或者睡過頭啦 每天睡到太陽造型啦之類的 sleep in 所以就或者看實境節目之類的這樣子 OK 那要是需要照顧老公跟小孩 他就沒辦法做這些事 他的意思是這樣 好 那當然這文章其實還蠻長的 那總之有興趣的或許你可以自己去找來看 這並不會太難找 所以他們後面有一個這個詞 我們再說一下下 所以他說婚姻呢 就像很多人生的很多諸多選擇一樣 他往往就是一個必須交換的過程 你得把一個東西交出去 然後你得到一點什麼東西回來 所以他說的是 marriage like any significant life choice comes with trade-offs 所以這個trade-off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trade就貿易之類的 交換東西一物一物就是trade 所以trade-off的意思就是 你拿一個東西去換了一個東西回來 好所以婚姻就是有trade-off 那你得到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說真的我是沒有打算結婚了 可是我既然這個文章罵成這樣 我就不要在這裡promote single的 single life的virtue了 但是順便講一下 我這種人就是屬於打定主意不結婚的人 英文當然有一個很簡單的詞可以說 我們叫做confirmed bachelor ok so I am absolutely a confirmed bachelor 我是一個很確認要當單身漢的人 that makes me a confirmed bachelor are you? I don't know ok 好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